现在是做红豆沙馅的一些材料 红豆沙馅可以用在很多种地方 像做月饼啊 做糕点啊 或者是做粽子啊的时候都会用到 那这里呢我准备的是130克的红豆 40克的白砂糖 然后25克的花生油 以及10克的猪油 做红豆沙呢 比较快的方式是放到高压锅里面去压 那我现在先把 那我现在先把它倒进来 水呢就加到 没过红豆的量就可以了 那我刚刚这里130克的红豆的话 差不多用300毫升的水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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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